今年来,中国的军事实力取得了快速发展,各种新式武器装备提连亮相,海军的航母,055大驱,空军的天20,运20,陆军的99A2坦克等等。 这些装备代表着中国这些年来在国防建设上的不懈努力。 不仅在国内声名赫赫,拿到国际上去令也是非常耀眼,是当之无愧的明星装备。 不过,他们在咱们的国产武器装备,大家族里还算不上最耀眼的那一批。 中国如今公开的最强杀器是一款代号为DF-41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其乃是中国最为出名的东风系列导弹家族中的最新成员。 同时也是东风家族中最为耀眼的明星,DF-41自亮相以来,就读得N宠,受到了很高的评价。 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甚至认为,其实世界第一远程弹道导弹,超过了大名鼎鼎的美国灭兵三弹道导弹。 DF-41弹道导弹是中国目前最先进的洲际弹道导弹系统,没有之一。 其拥有这12000到14000公里的超远射程,这一位美国全境任意地点都可以成为打击对象,而其最大的飞行速度达到了10马克。 这意味着,如果一旦发生核战争,咱们的东方快第30分钟,那可送到美国任何一地。 而在如此有限的时间里,即使是美国这样,拥有着强大反导能力的国家,也很难做出快速有效的反应。 而其采用的多弹头变轨技术,对反导系统有着超强的突防能力。 DF-41弹道导弹可以是情况携带多枚50万吨级别的分导式核弹头,其弹头母舱最多能够容纳10枚这样的分导式核弹头。 这些分导式核弹头可不是简单的一档多弹头模式,而是都有着自己独立的飞行弹道,就相当于一枚没有完整的导弹。 弹道导弹,可以根据需要调整自己的飞行轨迹,独立的寻找目标进行攻击。 这样一来,反导系统就无法对每一枚导弹,实施有效的跟踪拦截。 因为你无法知道导弹会在何时释放这些分导式弹头,而在骑士放之后再去追踪判断其弹道与攻击目标,则已经来不及了。 即使是美国也做不到,据悉,早在1999年,DF-41弹道导弹就成功,进行打击美国本土目标计算机模拟试射。 所以,这样的打击能力,要不可一世,但美国都对其寄弹三分。 DF-41弹道导弹自1984年立下到如今,历经了三十几年的风风雨雨。 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吸收前进的理念,融合先进的技术,最终造就了今天的中国杀手锏。 在它之前,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主要有两款,也都是来自于东风家族,分别是DF-31弹道导弹系统,DF-5弹道导弹系统。 这两款导弹都是DF-41的前辈,各有各的优势,却也有着许多的缺陷。 首先DF-5弹道导弹系统,其在核大,是了成员,其改进行DF-5弹道导弹系统。 已经采用了多弹头辨尾技术,具有些带分导式核弹头的能力,是一款非常优秀的洲际弹道导弹,至今都是咱们国家战略和威射能力的中间力量。 在2015年的法法西斯战争胜利大阅兵中,它已曾隆重亮相。 不过,由于其是一款陆基液体燃料弹道导弹,需要在固定的发射井发射,几乎没有什么机动能力。 即使你隐蔽的战豪,也无法与机动式发射导弹相比。 与此同时,加注液体燃料的时间相对较长,而且燃料具有腐蚀作用。 所以加注之后需要尽快发射,阵剂大抵限制了其反应能力。 所以一旦发生战争,很难保证其实战效果。 而相较之下,DF-41则只长了腿,即使固体燃料。 车在发射,机动线与反应能力大大增强。 我的导弹发射车开到哪里,那哪里就可以成为发射阵地,这大大的增强了咱们的二次核达机能力。 事实上,在DF-41亮相之前,DF-31弹道导弹系统已经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并着手改善。 采用了固体燃料,车在发射的方式,机动能力与反应能力都要高于DF-5,是中国二次核反进能力的重要保障。 在去年的中越和大热冰上两项DF-31AT弹道导弹已经采用两无依托发射技术。 其意味着,发射车开到哪里,连水泥阵地都不需要,直接就可以发射,已经完全不需要依托公路。 这在一次增强了中国核力量的生存能力,不过相对于DF-41起打击能力还存在不小差距。 它的弹头末端制导能力、机动性以及推进速度,都要远低于DF-41,很难去突破美国长大的反导系统,无法对其造成威慑。 换而言之,DF-41弹道导弹,就好比是高配版的DF-31,并融合了DF-5弹道导弹的优势。 不仅具有高机动性与快速反应能力,而且威力大,突防能力强。 它的问世,使得咱们国家和威慑能力,得到了一个质的提升。 总的来说,DF-41弹道导弹,是一款,对于中国国防建设,有着重大意义的装备,正是有了它强大的威慑力,中国的和平才得以得到更多的保障。 所以,即使劝其为中国国防的基石也不为过。 当然了,这里所提到的威慑力仅仅是针对于那些对于中国图谋不轨的肖小之徒们。 中国向来热爱和平,咱们一直承诺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所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高产DF-4弹威胁的,必定心里有鬼。 请记住,东风快递,使命必达。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